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我是Ada 近日 紐約中共海外警察站案 持續受到外界關注 許個眾議院的國土安全委員會 也加入了這件案的調查 對此 華人社區有一種擔心 會不會牽涉到廣大普通民眾 甚至造成一種華裔歧視? 原中國維權律師 709案辯護律師陳建剛認為 華裔歧視是一個中共的術語和詭計 就像以往一樣 只要批評中共 就有華人將自己和中共困綁在一起 在國內中共用反華、辱華來欺騙中國人 在此 他們又用歧視 這個在目前美國很流行的政治正確的詞彙 來混淆視聽 陳律師向本台表示 這是典型的中共話語體系不顧事實 動不動就搬族裔出來說 熟悉中共的人都知道 這是中共慣用的技能 大家不要跌入中共的話語體系 對於存在在美國的中國人同鄉會 商會之旅的協會情況 陳律師表示 這是一個在美國 關心中國民主進步的人都知道的真相 這就是 他們或是中共的人 或是被中共操縱 至少是與中共有合作關係的 據陳律師個人的判斷 以及朋友的交流 他們當中百分百有中共的人 或是中共的人在操控 在組織 最起碼他們是與中共有合作的 最明顯的就是紐約市 涉及到對中共國的部分抗議活動 總是會遇到騷擾 甚至遇到暴力 這些騷擾的人都是中國人 都是擁護中共的 他們都與中國大使館有關聯 甚至指令都在中國大使館下達的 關於這一點 被控告的華僑領袖盧建望向FBI承認 他接受中共的指使 在海外監控法輪功 中共公安部迫害法輪功的610系統 多次指使他干擾法輪功的活動 查法輪功人員的消息 在報章發表反法輪功的材料 盧建望說多年前 當他還是長樂工會會長時 他收到紐約中國領事館 關於阻止法輪功請願的任務 2015年 習近平要訪問美國 紐約中領館的高級官員 指導他們展開反法輪功的活動 盧建望交代說 中領館要求長樂工會組織的人 去歡迎習近平和抗議請願的異見人士 他們坐車去華盛頓 每個會員都收到中領館派的60元美元 每一部大巴士有一個聯絡人 聯絡人會派發由中領館領回來的現金 不止紐約的人去 還有費城的人去 每天有幾百人 這樣 如果這些華僑團體都與中共有關係的話 你的追究起來 是否會牽連廣大華人 甚至造成華裔歧視呢? 陳律師說 大家看事實要的是分析 對事實進行分析 有人作惡 那就要追究犯罪 追究疑犯 那與歧視沒什麼關係 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民族 在美國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現在都是什麼年代? 陳律師相信 稍微有常識的人 都應該知道這些情況 不要跌入中共這種話語體系當中 陳律師說 如果不論事實 不說事實 開口埋口就俗諭 我們對中共了解的人 是非常熟悉的 那就是中共掌控的語言藝術 當然 這種說法在美國很有市場 但是他認為是反字的 反邏輯的 反事實的 前美國朝野上下 都將中共和中國人民 華人區分開來 例如美國眾議院兩黨在近期合作 成立應付中共的特別委員會時 就強調在實施過程中 區分中共和中國人民 國會特別委員會首任主席 共和黨聯邦眾議員 加拉格爾在支持中表示 他們必須在國會建立聯合的力量 來對抗中國共產黨 在實施過程的每一步 他們都必須確保 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區分開來 他們和中國人民沒有爭執 而且中國人民往往是中共侵略 和鎮壓的主要受害者 對此中共一再表示 黨始終和人民在一起 目前中共方面公開否認美國的所有指控 並且姿態強硬地表示抗議 以及威脅說堅決反制到底 陳律師在推特轉貼了中共福州市公安局成立海外110 以及海外華僑團體共同慶祝警察站成立的宣傳片 並且附上鐵文說中共骯髒骯髒的手已經伸向了全世界 現在就完全否認 要面的不是共產黨 陳律師在採訪時表示 中共從來對它在海外的非法活動一概抵賴否認 它一直在搞人事外交 它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只不過美國很多時候不願意說出來 你們既然選擇羽狼共舞 就要接受這種後果 陳律師認為 中共在其他國家設立海外110 是擺明侵犯其他國家主權的行為 中共不僅對美國 對其他國家也一樣 這樣這件事就是一個醜聞 是對其他國家主權的赤裸裸侵犯 所以中共在這方面還是不敢公開說 根據陳律師的判斷 中共在海外的特務活動會更加隱密 但是不會停止 因為中共的本質是不會變的 陳律師說 中共這種海外的特務 這些安插在美國的人 無論是否得到美國身份 他們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 他們可以站避風頭 不再那麼囂張 這些人 這些機構 還會搞地下存在 還會繼續對來自中國的異見人士 進行騷擾 威脅等等 這些是不會減少 更加是不會消失的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自本台記者 詩萍的採訪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李から 所以 這次的《紳士國戶狼atsき》 請來vitro 便記住 先來точ錡 也 barg落 怎样 當中 保留 沒記住 請來 ト Bishop 我說 我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